很久以前 人们习惯把新人结婚的新房叫做洞房 宋人红脉在荣斋嘴笔里留下了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石的价值 可见洞房的美称由来已久 那么男女结婚的新房为何叫做洞房呢 传说这是我们祖先轩辕皇帝定下来的 相传皇帝战败吃油 建立起部落联盟 他决定制止全婚结束野蛮时代 过关全婚的人类时代 一下子要改成一夫一妻制 这在五千年前恐怕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但全婚制度对刚刚统一了的部落联盟来说 存在着极不利于团结的因素 经常发生抢婚事件 不光男抢女也有女抢男 新联盟的部落之间经常为抢婚发生打架斗殴 时间一长矛盾必然激化 部落之间又有重新分裂的可能 于是皇帝找来大臣 周围用石头雷起高高的围墙 只留下一个人能出进的门口 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皇帝的兴趣 当天晚上 他就召来身边所有的大臣 皇帝说 我想制止全婚的唯一办法 就是今后 凡配成一男一女夫妻 结婚时 先聚集部落的群民前来祝贺 举行仪式 上拜天地 下拜爹娘 夫妻相拜 然后吃酒庆祝 宣告两人已经正式结婚 然后再将夫妻二人 送进事前准备好的洞穴里 周围雷起高墙 出入只留一个门 吃饭喝水 有男女双方家里亲人送 长则三月 短则四十天 让他们在洞里建立夫妻感情 学会怎么过日子 见后 凡是部落里结婚入了洞房的男女 就叫正式婚配 绝不允许再乱抢他人男女 为了区别已婚与未婚 凡结了婚的女人 必须把蓬乱头发挽个结 人们一看 知道这女人已结婚 其他男子再不能另有打算 否则就犯了部落法规 皇帝讲完这个主张 立刻就得到众人的支持 众人建议叫苍杰写个法规 公布于众 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 各个部落群民的支持拥护 部落里 凡儿女们一婚陪 举行仪式后 就把他们送入洞房 全婚这一恶习就这样逐渐消失了 后来人们就把婚房叫做洞房 封门村真的有鬼怪出没吗 西藏五哥王国十万人 为何在一夜之间归宜消失 神秘的消息 真的有感受存在吗 这个世界真的有灵魂转世吗 订阅关注笑题大作 为你激开神秘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